伤害親生母親的良性男子 還穿著看守所制服 當庭無罪釋放 在桃園衛生局人員陪同下 離開法院 法院要求責付衛生局施以治療 衛生局也準備將良性男子送往療養院 桃園市長鄭文燦聽到消息相當錯愕 回顧兩年前 良性男子桃園住處社區中庭出現不少家具等雜物 當時暴怒的他 在住處砍殺母親37刀 砍下頭顱丟下樓 一審在姐姐求情下 良性男子禍判無期徒刑 聽到二審改判無罪 他詫異到還抖了一下 二審逆轉直接改判無罪 理由包括案發前 他坦承吸食安非他命 事後也被驗出其他毒品反應 可見平常有吸毒 嫌犯三姐鄰居還有保全 也認為母子不曾有糾紛 法官認為沒有殺人動機 而依據法醫所跟台大醫院鑑定報告 顯示犯案當下卡系統作用最強 導致欠缺辨識能力 依據刑法 刑事缺陷不能辨識行為違法能力者不罰 因此判決無罪 卡系統類物質作用最強的期間 至其辨識行為能力已經降低 所以是屬於不罰 那依照上開的規定 所以我們本院只能判決無罪 法醫高大成針對判決直接開轟 消息傳回社區更是人心惶惶 就怕殺人凶手回家 我們社區的住戶開始有點恐慌了 那希望他不要再回到社區來虛逐 因為梁南之前有傷害案件 經台灣桃園地方法院判處 拘役55日 經本署執行科聯系執行期 拘役55日的刑期 沙姆重罪惡神逆轉 良性男子重獲自由 一度造成民眾恐慌 最後因為涉犯傷害罪 遭處拘役55天 地檢署又將人接回 依法執行拘役 好這一次這個逆子的沙姆案件 一審無期徒刑 二審居然大逆轉 好判無罪的原因 居然是因為他吸食這個安非他命 吸到沒有辨識能力 所以最後法官認為不用罰 好這樣子的案子 若芳這邊真的可以接受嗎 我覺得就我個人啦 我當然是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畢竟我們在刑法上面 你光殺掉直系寫清這件事情 本來就是死刑 但好像這樣變成說 剛剛大家就講到說 好像只要我前面去做了一件 去吸毒去喝酒之後 我後面的事情都沒有關係 大家會不會做一個 社會的效法 去做這樣模仿 這個酒醉開車 到底還要不要罰呢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 大家也會覺得說 吸毒其實也會被抓 原來吸毒 後面做了這麼嚴重的事情 反而沒事 那大家會覺得說 這種事情 如果我今天對誰 有一些不當的想法的時候 我是不是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用脫罪 就像有些人就說 我只要像前幾天有一個 有兩個人有衝突被錄起來 結果那個 有一個 一方就跟對方錄影的那方講說 我告訴你我有神經病喔 反而我殺了人就沒有事喔 就你看大家就發現 就是好像做這種事情 我只要去看個心理醫生 我只要說我心理上有一些 問題的時候 有一些疾病的時候 好像全部都沒有罪 我覺得對我來講 我是覺得我沒辦法接受 但是我覺得回歸到法律層面來講 因為司法體系本來就是 它是一個獨立審判的一個機構 那法官他有比較強烈的主觀意識 或者是他對於法條上的運用 每個人都不一樣 然後每個法官 A法官跟B法官是不一樣的 所以當然在司法改革上面 這就是回過頭來 大家覺得說制度上 如何去補齊這一塊 好那我覺得這一點 就包含說在去年2019年的 7月8號我們有通過了一個 大家說恐龍法官他還可以 在那個位置上這麼久 到底要怎麼讓他下來怎麼換 因為他是公務人員 所以他沒有辦法說 重大的缺失 而不是因為他在判決上面 不符合民眾的期待的時候 而把它換掉 所以在這個上面 我們在2019年7月8號 先處理了法官評鑑 因為法官本來他就是內部評鑑而已 但是後來我們在 因為在修法7月8號的時候 去年2019年的7月8號 做了法官外部評鑑的 這個部分的時候 其實針對說他的被害人 或者是覺得還有其他有些人 他可以對於個案去做評鑑 然後可以加入這個法官 他未來的這樣子 在適不適任的方式上面 他是可以列入參考 所以在這上面來說 對於恐龍法官這個部分 這個評鑑上他是可以做一個處理的 那其實在這個上面來說 在包含今年的那個 國民法官法的這個部分 這也可以在意志上說 法官的主觀意識判斷上面來說 有國民法官的參與 然後對於他們共 國民法官的法就是由國民法官 跟法官共同就罪責 及刑科進行評議 而不是由法官一個人 是由我們的法官 國民法官跟法官共同決議出來 然後又經過三分之二的 這些國民法官全部同意之後 他才得以做出這樣的判刑 所以其實慢慢他這樣子 一步一步的司法改革上面 當然速度一定是還是要加快啦 那要加快的過程當中 其實還是有在做 他是必須一步一步的去把它補齊 包含修法 包含如何把制度建立得更完善 讓國民的意識 國民的聲音 可以進入到法院 而不會讓大家覺得說 法官都是恐龍法官 法官的那個社會上面的一個 狀況都不了解 而判刑的這樣子的一個判決出來 而導致大家覺得說 對於司法上面的一個失望 或者對於司法上面 對於法官的不信任 對 沒信心啦 這個沒信心是一個很重要 所以一步一步這樣子 到國民法官法後面 其實還是有很多需要做一個修正 還是有很多需要做一個 補強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當然也期許說在 不管在行政院或者是 司法院或者是我們的立法院 這邊有很多要做修正的地方 我覺得在新的會期上面 還是司法院的院長 他是不是有更不一樣的做法 我覺得可以進出 那個丟出來給國人來聽 要不然真的在司法的信任度上 慢慢流失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司法真的要盡快來補破網 接下來要請教這個秀方委員 我們看到這個案件 好 這個良性男子 他因為二審無罪嘛 所以當庭釋放 當庭釋放 不過後來呢 桃園他們有講說 因為他又涉犯了另外一樁的傷害罪 所以把他拘役55天 那這其實會讓民眾覺得很諷刺啊 好 他涉犯傷害罪 必須拘役55天 但是他殺死自己的親生媽媽 結果現在是無罪耶 所以我們看到那個鄭文燦市長 有特別提到就是說 這個跟大眾的認知 是有很大的一個落差 我們知道就是說殺人 真的這要負很大的這個罪刑 有的是無期徒刑 甚至是死刑 那為什麼這幾件 剛剛有特別提到有三件 這一件這個殺媽媽 竟然也可以無罪 那殺警也無罪 那像類似這樣的一個狀況 其實我們之前就是說 這個恐龍法官 跟判的這個跟社會的大眾的這個認知 是有很大的一個落差 所以大家才會覺得說 司法要改革 也才會就是說希望未來 我們國民法官法 現在都已經通過了 到2023年開始實施之後 是不是可以解除這個恐龍法官的 這樣的一個判決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說 也許在我們的這個刑法上面 是不是這個太龍統 或者是說這個概括性的 讓法官他引用這個 第19條第一項的一個規定 就是說 行為使因為精神障礙 或其他心智缺陷 至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 其辨識行為之能力者不法 所以他這個判決也是說 欠缺辨識能力 所以這個是不法 所以我們就覺得很諷刺 那他這樣子殺媽媽 他都可以無罪 那他反而拘役是因為傷害罪 所以這麼重的傷害自己的親人 很難理解這個邏輯 對 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刑法這個部分 也許我們要再去 大家要再進一步的去討論 針對這一部分 要怎麼再去加強 那再來就是說 國民法官法 那未來開始實行之後 有國民法官跟法官一起 職業法官一起開這個參審 這樣一起 我相信應該可以減少這樣恐龍法官的一個判決 好 這個爭議判決問題真的很多啊 接下來請教這個舒培議員 舒培議員也是當媽媽的人嘛 你看到這個逆子沙姆的事件 好 居然因為吸毒 好 所以當下喪失行為能力 喪失這個辨識能力 所以可以不用罰 好 現在也有人會說啊 那我以後是不是喝酒 如果開車不小心撞死人 他是不是也沒有刑責呢 因為他可能喝酒 當下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幹嘛啊 好 除了這一樁案件 剛才呢其實不管委員或議員都有提到 還有去年的這個鐵路的殺警案 好 這位正姓男子 他刺死了查票的員警 那後來地院是判處無罪嘛 那判處無罪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的思覺失調症 那這一樁案件也是說 他吸毒了當下 他沒有辨識能力 好 兩樁案件的共同點 都是在當下沒有辨識能力 這會不會成為以後 大家要犯法的保護傘啊 我一個比較大的疑問就是說 法官認為把他回到社區之後怎麼辦 就是說如果他真的是因為精神疾病 然後他當下沒有辦法 自己知道這樣子的行為 所以你去處罰他也沒有意義嘛 你把他關到這個監獄裡面去 可能他也會在監獄裡面製造成很多的問題 但我要講的是說 那你把他無罪釋放之後 到底整個社會要怎麼去處理他 所以剛剛民協議員其實有講到就是說 我們針對有一些 比如說思覺失調 或者是像這個 因為什麼精神障礙 精神疾病而犯法 然後他不被司法處罰的時候 我們到底要怎麼面對他 我都想一想像這個良性的民眾 他在被這個拘役50天之後回到社區去 我告訴你他一定很難過 他回到那個社區地 他一定是標籤再標籤再標籤 社區已經告訴他 民眾都要幫他 是社區已經告訴他 我根本不希望你回來 那你回來的時候怎麼辦 我就是用言語用行為用不同的眼光 我告訴你其實與二的距離 我們大家都看過 看完之後我們都心有去其言 但這樣子的人在社區裡面 政府應該隔離他什麼樣的協助 我覺得這是 我覺得如果這一 如果我們姑且不論法官 用19條去免除他的司法行為 到底適不適當 我光講就是說如果他真的 法官認為把他關起來或處罰他 不能去叫化他 那他回到社區到底 我們應該要給什麼樣的協助 我覺得是行政部門 或者是立法院 或者是各縣市政府 其實應該要去積極思考的事情 那第二個部分我要回到就是說 剛剛這個委員有講到就是說 因為這個刑法第19條裡面 其實有講到就是說 他如果因為精神疾病 或者是心智缺陷 所以他在行為時 不能辨識自己的行為不乏 但是在第19條第三項 其實他有規定就是說 如果這個行為是因為你自己 故意或過失的招致不適用 所以我要講的 這就是民眾講啊 如果吸毒要罰 殺人要罰 為什麼吸毒加殺人就不用罰 吸毒是我自己去吸毒 我自己去喝酒 之後導致我的行為失控 然後去殺人 然後我就不用罰 所以我覺得 對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法官面對大家 面對輿論的抨擊 其實不是沒有道理的 因為如果這樣子可行的話 就會像法務部長講的啊 以後大家 我如果想要去殺一個人的時候 我先去喝點酒 我先去吸個毒 讓我自己已經喪失 那個所謂的心智能力之後 我再去殺人 對 這樣就可以脫罪了 是 那我覺得這就 真的會社會大亂的啦 所以我覺得不應該這樣子 那我覺得 剛剛洛芳有講的 包含這個法官的評鑑 還有包含國民法官法 國民法官法 其實是在今年臨時會的時候 在立法院通過 但因為他是2023年才上路 他其實要解決的 就是法官自由行政 太過大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們都覺得說 對 我們要讓法官 可以去 他是社會最後的裁判 但有一些法官 如果他裁判的依據 他自己就 那個天平就已經失衡的時候 變成在我們現在的法規裡面 沒有人可以去制衡他 所以民進黨在今年 包含 我應該講說整個立法院 在今年的臨時會的時候 通過了這個國民法官法 但比較遺憾的是 他必須還要有一些 社會學習的時間 因為他是所謂 參審跟陪審制一起 所以我們要開始訓練 我們的國民 怎麼樣擔任一個 市任的陪審員 你才有辦法去判斷 你不能因為輿論 或者因為情緒 你必須要有一些 人民要跟法官 一起判斷這個案子的時候 你必須還是要有一些 法學的素養 不然你到法庭裡面去之後 還是會被法官牽著走 牽著鼻子走 所以我希望這個事情 良性民眾這個事情 其實真的給我們台灣社會 一個大大的思考 因為你知道我的簡訊收到很多 每一個人都來罵我們說 你們不是說 民進黨說要司法改革 你看又有一個恐龍法官 沙姆不用沙姆不用罰 而且還把頭顱 丟到這個中庭去 你們到底在幹什麼 我其實看了心眼 有點酸酸的 可是我真的沒有辦法 不知道如何去回覆 你也不知道回應這些 是 我要講的是說 這個法官 我們都知道他的問題 但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就沒有辦法一觸即承 如果我現在 國民法官法馬上上路 就如同我剛剛講的 我們的人民 陪審的人民 參與法官審判的人民 有做好準備的嗎 有做好訓練的嗎 如果沒有 還是會被法官強勢的 帶著走的時候 反而失去了這個意義 所以我還是覺得就是說 這件事情讓我看到的 就是說國民法官法 我覺得法務部 要趕快去做這個 基層的這些訓練 要趕快來進行 第二個部分 當然就是社會安全網的部分 其實包含小燈泡的事情 一直到良性民眾 其實中間已經有多少的案子了 我們的社會安全網 從中央到地方 到底做了哪一些 我覺得這還是非常缺乳的 所以我覺得地方 還是應該要趕快 來趕快做好 就是說比如說 這個精神失調的人 如何給他在社區 還有跟醫療的部分如何支持 讓社會可以理解他 他自己也能夠找到 在社會榮身之地 但我覺得這個良性民眾 絕對不是知覺失調 他其實是吸毒之後犯罪 所以自己做自行招致的行為 用19條來判他無罪 我認為法官確實有缺失 好 這個案件呢 法官說他吸毒吸到 這個喪失這個辨識能力嘛 那另外這個鐵路殺警案 是因為他本身患有 這個思覺失調症 我們想請教總理啦 到底台灣的社會安全網 到底怎麼了 這個病人是病人還是犯人 到底在法律上 這個界線要怎麼來規範呢 我們每次看到這種 重大的社會刑事案件的時候 我想大概社會 社會上大概兩種氛圍 一種是不斷地罵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 為了這個被害人 感到可惜憐憫這樣子 那當然我覺得所有人 就是心同恥心 人同恥心心同恥理的方式 去理解說這個受害的狀況 可是我們對於加害者的行為狀況 本身我們是所知非常有限的 其實剛剛我們在來賓 剛剛其實明顯議員 談到一個很關鍵的東西 叫做司法精神醫院 其實司法精神醫院 其實就是我們在面對 像是這一類型的案件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作為 那其實司法精神醫院呢 我簡單來講 其實現在法務部跟衛福部 都在協調說要來成立 可是也因為到底這個權限 應該歸在衛福部 還是要歸在法務部 這兩邊還沒有一個 對 還沒協調 一個交集 一個共識 這個還要等待兩個部門 要做一個交集共識 但是另外一個我想要比較來談的 就是我稍微逆封一下 可能意見跟我們在場 大部分來賓不太一樣 因為其實我們在談說 這個法官 以這個刑法十九條之一 來判他無罪的過程裡面 我們必須要知道一件事情 其實在法律 尤其是刑法裡面 刑法談的一個很重要叫罪責原則 罪責原則就是沒有責任就沒有罪行 就沒有這個刑法 所以我們要判斷一個人 是不是要為他所犯下的行為 負上一個刑事責任的時候 他必須要具備的條件 就是那個刑法十九條之一裡面談的 第一個是識別能力 第二個叫做控制能力 識別能力是什麼 也就是我在從事 我在進行這樣 我當下我正在殺人 或我正在進行這個所謂 犯法的行為的當下 這個行為是合法或非法 我沒有辨識這個合法非法的能力 第二個是控制的能力 控制能力是說 依照自己的辨識能力 然後來作為 我不可以控制這個能力 那所以我才講說 這個司法的精神醫學有它的必要性在 司法的精神醫院有必要 為什麼 因為其實法官在依 因為我不太確定 檢察官起訴書裡面的起訴的內容是什麼 因為法官會做出什麼樣的判決 絕對跟檢察官的起訴書 有非常大的關聯 所以我們今天在罵恐龍法官的同時 其實我覺得我不會 我比較不傾向去罵法官是恐龍法官 而是說法官要做出這樣的判決 他勢必要依法判決 尤其台灣現在的司法 越來越趨向於司法獨立的狀況之下 很難被誰可以去左右他的心證 法官絕對有他的專業的心證 可是檢察官他的上訴 起訴書的內容 到底是要起訴這個人 是什麼樣的一個刑罰 用什麼樣的罪責來起訴他 他會決定的法官 法官要用這個 其實要用19條之一 我相信他其實中間一定要勢必 不管是殺警案 或者是這個桃園良性男子 這個吸毒剁掉他的母親的 這個頭顱的案件 這個東西一定要經過 所謂的司法精神鑑定 司法精神鑑定絕對不是 隨隨便便去找一個精神科醫師來做 他一定是要由司法 這個專業的精神人員 精神科醫師也好 包含其他的相關的團隊 心理諮商的整個醫療的團隊 進行完整的司法鑑定之後 這個鑑定書送交給這個司法部門 他們才有辦法依據這個精神鑑定內容做判斷 所以我說我們要罵恐龍法官之前 其實我們要搞清楚說 當然這個判決不符合我們大部分人的意識 意見 但是我們可以好好來檢討說 那這為什麼不符合大部分人的意見 可是不要忽略了 這個司法的背後 他是這個過程非常相當複雜 包含我剛剛講司法精神鑑定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這個良性男子他是吸毒的案件 台灣的監獄裡面 目前我們監所裡面 超收的問題非常嚴重 每一年都超收3000多個案的個案 在這個監所裡面 也就是說什麼叫超收 假設一個監所的這個牢房 可以大概住8個人 住8個人 可能現在是住10個甚至12個 也就是這個犯人的頭 跟另外一個人的腳是 睡覺的時候躺平 就是連在一起 這就是台灣監獄現行的超收狀況 可是為什麼超收狀況那麼嚴重 因為台灣監獄超收裡面最大的 裡面最大宗的 都是所謂毒品危害條例的案件 也是所謂的淹毒犯 那淹毒犯 他應該要被所謂被治療 那所以司法精神醫院就有他的必要性 因為不管是所謂的 我們剛剛一直在談的所謂思覺失調症 或其他的精神病案例 甚至吸毒 吸毒一定會造成精神上的一些喪失 或能力上的喪失 所以他一定會產生人的精神疾病的狀況問題 所以這個司法精神醫院有它的必要性 那我也希望說 我們除了要期待國民法官制 大家可以來人民參與審判的過程裡面 另外一個司法精神醫院 我們不可忽視 那當然談到國民法官制 國民法官 國民法官法2023年要上路 2023年上路 我們現在2020年 我們國家現在政府 法務部做了什麼樣的準備 司法院做了什麼樣的準備 告訴人民什麼樣一個基本的法律知識 我們有什麼樣的法學教育的素養 這個很重要 另外一個就是說 比如說假設這個案例好了 桃園良性男子的案例是二審 國民法官法上訴審是不能用的 所以其實我看到有些朋友 就在網路上寫說 我現在要開始來參加國民法官 來要準備要判這個案子 但是抱歉各位 如果按照現在國民法官法 上訴審是不能用的 這個東西就是在一審的時候 你可以使用 還有包含說 所謂的刑期十年以上的 所以殺人罪絕對是十年以上 甚至可以判到無期徒刑跟死刑 所以其實我們在認識 目前的這些種種的 重大社會刑事案件的時候 我覺得要回歸到司法面 法治教育層面 我們好好來告訴我們民眾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冷靜一點 這件事情要冷靜一點來看待 我們先休息一下 大家也沉澱一下心情 因為講到這個案件真的大家都非常的憤慨 好 我們廣告之後呢 稍回來要來看的是 中國又再度對我們嗆瞎囉 央視說 在台灣上空演習也不是不可能 好 小英總統怎麼反擊呢 廣告之後回來 一起來看 國軍最新形象短片 多海空三軍精銳進出炮火七發 主題取名好戰必亡難得辛辣 軍方甚至表明宣傳的目標除了國人 也要對岸解放軍好好看清楚 國軍罕見在台海對壘當中 文宣轉手圍攻 而美方秀肌肉 動作也沒停過 進行中的2020環太平洋軍演 中國因為南海問題被拒於門外 又被活動阻止捕上一刀 因為演習目的 在促進和維持合作 用以確保海上通道的安全 也支持印太地區自由航行 同一時間 跟美軍太平洋艦隊的臉書頁面 高調宣傳和日本海上自衛隊 在東海和菲律賓海 聯合演訓的最新動態 更有消息指出 美國衛生部長阿扎爾訪台期間 因中國解放軍惡意跨越海峽中線 雷根號航艦打擊群 不但也晚起繞台 艦載機部隊更在俄羅門比周邊海域 密集起降 這是從東海到台灣東邊的菲律賓海 一直到巴士海峽進入南海 這個等於是重複 就是早前4月初的時候 中共遼寧艦的航機 也就是美國做一個奉還的行動 夜間起降 甚至進行反潛的演練 工錢的演練 這些都是以往比較少見的 然而這口氣 中方當然吞下去 除了透過央視展現武力 更對我國放話 台海開戰 首戰 集中戰 智庫南海戰略態勢 趕之計畫也持續高喊狼來了 指控美軍反潛機又逼近領海 甚至連配有地面偵搜雷達的 陸軍Artemis 偵察機 也在台海出沒 美中軍力顯然持續互踩對方底線 好 我們看到美中台三方 這個微妙的關係 先來請教一下若芳 我們看到央視昨天他非常嗆 央視說啦 首戰集中戰 在台灣上空演習也不是不可能啊 好 我們的總統 小英總統是霸氣回嗆 有信心可以保護國家的安全 而且中國這樣嗆瞎 真的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事啦 若芳 中國其實一直在 出一張嘴嗆瞎 其實一直來都是 包含他們的國台辦 包含他們的央視 包含他們的官媒 其實一直以來都是用這樣子 出一張嘴嗆瞎的方式啦 那當然他們的共機落台 其實一直都有出現 但是我覺得真的他們也要知道說 台灣其實也不是省油的燈 國防部最近其實拍了非常多 真的很紮實的一些影片 那尤其像這一次嘛 他就直接我們的那個什麼 好戰必亡啊 然後 對 就是影片名稱嘛 對 但是你要看到就是 我們的國軍其實是非常紮實的訓練 那我們的武器其實在這幾年來 我們一直在提升我們的武器防備 然後包含國艦國照 那除了說我們自己 提升我們自己的國防力量之外 因為你自己要強 才會有盟友才要來幫你 那除了這些之外 我記得我在網路上這幾天 昨天在網路上還看到 就是因為他們那個戰鬥機 一飛上飛上去的時候 他們會有一個那個對話嘛 就是突然聽到說那個 共軍那邊的那個駕駛 他就突然講了一句說 前面沒辦法再過去了 好 那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近期美國的航空母艦 包含說其實有很多包 你說日本啦 其實他們都一直有在 台灣跟東海或者是你說呢 還是附近其實有在軍演的部分 所以其實也是要讓中共知道說 不是你 只有你會在那邊一直落台啦 然後對於台灣 不管是任何的放話啊 可是你要知道的是 我們是有實力 而且我們不是單一個 我們是有盟軍 包含日本 包含韓國 包含你說澳洲 包含你說美國 其實一直航空母艦 包含他們戰鬥機 也都在這附近 其實美國在這一個上面來說 其實就是很明確的告訴中國 這也是要嚇阻中國說 你的這些行為已經越決了 你的這些行為不要只有 以為說你這樣嚇阻 好像就會有用 錯 我們這邊是一個 包含聯盟的部分 我們在印太的這個地區 它是有一個聯盟 它是有一個戰隊 所以其實在這上面 我之前看了一篇文章 它其實講得很對 它其實是也是在 某些層面上要告訴中國 中國說也是避免中國發生 就是我先攻擊 然後先發生了這樣的案例 讓大家措手不及 包含你說去攻擊 大家那時候很多什麼 攻擊太平島 攻擊我們的很多的地方 島嶼的時候 就是要讓中國知道說 美國的航母群 日本的空眼 韓國的空眼 他們為什麼都在東海這邊 近期一直在出現演練 也是要告訴中共說 你這樣子的行為 不是只有你才可以做 很多國家 國際上都注意到 南海這塊 注意到印太地區這一塊的安危 不是台灣一個人 台灣是一群朋友在一起 台灣的戰鬥力 我們外的F-16V也進來了 最新型的 還有我們的武器 也都新型進來 我們的空軍 我們的陸軍 我們的軍國防軍備 其實是夠的 也告訴我們的國人同胞 其實這是 我們對自己要有信心 不是像馬英九所講的 首戰集中戰 這個是只有 我不曉得為什麼他們都會 跟國台辦講出一樣的話語 把那個名字遮起來 就變國台辦發言人 然後態度很一致 可能馬英九總統 可能離開那個 三軍統戰的位置 已經很久了 他不知道說 我們的國防 在蔡英文總統的任內 他其實發展得很好 而且快速的前進 也快速的跟上 國際上面這些步伐 這些民主國家 先進國家 潮流國家來的步伐 所以我覺得對國家要有信心 不是說我們要什麼 要好戰 但是你必須要有 防衛自己國家的信心 而且我們的國軍 一定也會有這樣的信心 來 現在中國是不是 真的出一支嘴 來請教這個秀方委員 看到中國這三不五十 就對台灣嗆瞎 不然就是派共機一直來擾台 我們看到國防部最新 真的也改變了一些作風 拍影片 影片就取名叫 好戰必亡 宣誓說 國軍捍衛我們台灣的決心 也是要告訴解放軍 不要輕舉妄動 我們看到蔡英文總統跟國防部 其實最近都比較強硬的 對中國這邊嗆聲 其實是因為中國這邊一直在干擾我們 從他們的軍機戰機 然後跨越台海中線 當然台灣這邊 國防部這邊 絕對有能力來保護我們 甚至美國這邊 我們前幾次有提到 美國這邊要賣我們無人機 最先進的無人機 還有一些戰鬥機的部分 所以國防部有信心 我也對我們的小英總統 真的是非常感佩 因為以前他可能沒有講的那麼強硬 可是最近這個講的就比較強硬一點 那我們也覺得說 對中國就需要這麼強硬的對待 那我們也看到就是說 其實剛剛洛芳有講到 其實我們台灣從來不缺敵人 就是我們敵人就在自己本國裡面 而且卸任的總統就 講的話其實就跟 跟央視唱殺是一樣的 對 就一模一樣 首戰及中戰 可是我覺得很難想像 就是說一個 現任的總統 竟然可以跟中國這邊講話 是一鼻孔出氣的 真的是讓人家覺得很不可思議 我相信在蔡英文總統的領導下 而且我們也看到國防部的 所有的戰機 軍機 其實只要中國這邊的軍機 越過台海中線 或者是在這附近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軍機 第一時間就已經都飛上去了 所以我覺得對我們的國防部 是非常有信心的 現在聽到委員跟弱方 對我們國防部都真的非常有信心 我們來看到中國最近對台灣真的是 不斷都在打心理戰 可是其實中國對自己內部也是虛虛實實 接下來我們要請明顯議員幫我們來看這張畫面 這張畫面就是習近平 他18號去安徽的時候視察一些水患 我們來看到習近平他跟這個災民一起就是畫家長安慰他們 結果沒想到他這個側臉馬上被眼尖的網友發現 說其實他就是安徽 赴南縣治安大隊的副隊長 他其實是個警察 現在是怎麼樣 習近平勘災也要安排臨時演員嗎 議員 我真的本來以為那是網路笑話 結果這是真的新聞 以前不是網路笑話說習近平去視察 那菜市場的賣豬肉的菜攤 全部都是真正的 結果都是臨時演員 台詞都背好了那種的嗎 對啊 我真的不可思議 會連這樣要臨時演員 到底要演什麼 所以演給人家看嗎 所以我先講 剛講軍演那一個 我真的搞不懂大陸在搞什麼鬼 環球時報前幾天不是才 環球時報也是半官媒 他才出來講說 美中台三方都要克制 不要開第一槍 那你昨天央視出來嗆瞎什麼 你到底內部是不是有點 思覺失調 你說要在台灣上空演習 對啊 你到底說 老共你是裡面到底文宣系統 你在大內宣大外宣 還是你吸毒吸太多了 真的去調整一下 如果真的不要開第一槍 要克制就克制到底 不要今天要克制 明天又出來嗆瞎 這真的不好給台灣民眾 非常感覺非常不好 大陸現在有點內憂外患 內部的問題包括水患 還有包括糧荒的問題 還有包括疫情的問題 特別這些最後都會衍生 他內部的治理的問題 他特別在經濟問題的部分 你看最近我看到新聞 我真的看到有點嚇一跳 台灣我們那個中秋 那個中原要報道了 光豬肉台灣的豬肉 大概批發價 已經最貴到大概60塊台幣了 大陸現在豬肉批發價 一公斤 150塊台幣 最高還有200多塊買不到的 很多人都買不到豬肉 最近已經六七月 從六月之後豬肉 大陸的豬肉漲了八成 雞蛋漲了 因為他們就非洲豬瘟 對 可是最近又在漲 可是這也跟水患有關 那接下來雞蛋 我記得應該是漲了快五成了 50% 那水患之後 接下來會不會有糧荒 所以大陸內部治理的問題 我覺得這些都要一一去處理 那如果你連這一種 連那種去勘災 都要臨時演員造假的話 那你大陸的內部的 真正問題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 當然台灣是很好的 台灣是民主制度很多訊息 包括媒體會去監督會去曝光 那你大陸連這個都要當 勘災都要臨時演員 那大陸內部真正的問題 到底是怎麼樣 所有新聞出來你相信嗎 你相信他是真的嗎 所以我覺得真的大陸 拜託啦 不要用臨時演員 到哪一天 會不會你行一名出去看 他連習近平都是臨時演員呢 這種很多都造假的習慣 會讓人家覺得很出目驚心 好 這個中國內部的問題 真的非常多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廣告回來 我們要來看的是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府針對連開案 移送了前副市長陳景俊 被酸太不厚道 不過柯P馬上回嗆 都是民進黨自己內鬥 他忙著幫自己喊冤 廣告之後回來 我們一起來看 整齊花一的鼓聲為北市警察局員工親子日揭開序幕 現場有造型氣球和排鐵機讓親子同樂 台北市長柯文哲也到場感謝員警們的付出 但現場焦點依舊離不開彰化與指揮中心間的論戰 其實我們也不會去逆時鐘啦 我是不太想介入那個中央跟彰化縣政府那種情緒或口水之戰 我跟你說 還有很多政事要做 那個普篩我也不曉得他是要做什麼 他是要做測抗原還是抗體還是怎麼做 所以反而我們這些專家你知道 遇到這種專業題目反而不堪斷講話 相較於以往的逆時鐘 這位柯文哲保守回應 但被問到陳景峻遭法辦被指示政治操作 柯文哲又是大大喊冤 我跟你講這實在是很冤枉你知道 我看這幾個媒體講一大堆 拜託 那個是檢舒培在市議會總執行說 說要求我把他送證 好 他說什麼我們什麼劍職什麼小運 拜託 案子都在連政署在遞檢數 我什麼都不知道 幹什麼什麼事 一邊忙著槓上民進黨議員簡舒培 身為民眾黨黨主席的柯文哲 還得煩惱民眾黨的未來規劃 我們禮拜三開會 其實我們最大問題是 我們要先解決那個黨代表選舉 因為我們那個黨員大會開完 下一步要選那個黨代表 可是我們一開始都沒有規劃說 黨代表是按照第七選 還是要怎麼弄 還有那個檢討會一定會開的 所以不可能不開 江注意力放在民眾黨黨內事務 柯文哲這回不在逆時鐘 畢竟防疫問題得尊重專業 不是政治吵一吵就能解決 柯P現在真的市政黨務兩頭忙 我們來看到其實今天柯市長的意思就是說 台北市府韓宋前副市長陳景俊 他說這都是民進黨內鬥 完全都不關他的事嘛 那關誰的事呢 柯P一直都說是蘇培議員 你當初給人家質詢的啦 議員這邊怎麼看啊 當然是我質詢啊 因為這個案子就是在我的選區嘛 他其實在信義路 信義安和站的連開案 那這個開發商都一直說 這是信義路唯一的 剩下唯一僅一的豪宅啦 所以這個地方里長其實是在馬英九市長 前市長的時候就一直跟市長來陳情反映說 未來連開案開闢的時候 他兩邊有各有6米的計畫向調 希望能夠一起開闢 為什麼里長要這樣要求 因為里民就未來就不用繞一圈 直接從安額路再左轉信義路進捷運站 他未來就可以直接從那個巷子就進捷運站 所以對他來講當然很虛妄 那時候好龍斌好市長的時候 就接受了地方里長的建議 就把這個兩條的計畫向道 都筑記在這個建造上面 就是說未來如果建商要拿到使用執照 必須要開闢這兩條計畫向道 而建商也分別的寫下竊節書承諾 他未來在開闢跟土地取得上面 他會全權誤責 不會跟台北市政府有任何的干系 但很意外的在柯文哲上任之後106年 居然有市長的一個專簽 就把他解列了 而且這個解列呢 柯文哲都說這是陳情峻 但我要給所有的朋友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這個地方就是寫柯文哲 柯文哲柯 他就說這個叫做市長的殖民章的柯章 他說這個叫做陳景峻 我不曉得 也許你可以請你的副市長幫你分擔解牢 但對議員在監督的時候 我其實很難知道 到底秉章是林青龍拿 還是陳景峻拿 還是誰拿 所以我只好究責你 那在這個去年11月的時候 我在提出這個質詢的時候 市長就說 我怎麼知道要這個案 我也不知道是怎麼解列 全部都是代理就解列了 我也覺得很奇怪 所以我就說 那你覺得很奇怪 那你要不要好好調查清楚 他就不會回答 沒有回答之後我就說 那你如果 你自己沒有辦法調查 你要不要送檢調 你要不要送檢調 議員這是你大概幾月的時候 去年11月 去年11月 然後現在才移送 對去年11月 然後今年1月審預算的時候 我就要求捷運局 要兌現市長的承諾 必須要把這個案子移送 不然我要把整個 連開處的預算做 做淡書 你要移送之後 我才讓你過 不然到時候市長 在面對議員的時候 質詢是一套 後來做的事情又是一套 所以後來在1月的時候 這個市府就給了我一個 回覆我的質詢 回覆我11月5號 市政總質詢的一個辦理事項 在最後一點的時候 他就講說 本案調查結果 葉金本府政風處 以109年1月7號 移送廉政署依法偵辦 所以我只有這一張 他到底移送了誰 我根本不曉得 也無從知悉 而且他就說 政風處的調查 是行政調查 所以我無可告知議員 我調查了誰 所以呢 因為我實在 對柯市府沒有信任 所以我自己 在1月22號 又另外向地檢署告發 那告發的主要對象 就是柯文哲 因為我認為他是主管 所以這一件事情 其實明顯就是土地廠商 因為你解列了廠商開闢的責任 這個土地的取得跟道路的開闢 未來就是台北市政府 自己要去花錢 所以這當然有損我的事庫 有損我地方民眾的權益 所以我另外開發 那這一件事情怎麼來呢 就是這個禮拜一 這個禮拜一我突然接到到 中國時報的記者的電話 然後他就問我這件事情 他說 聽說市府兩個禮拜前移送陳景峻 為了就是因為議員 你質詢信義連開案的這件事情 我就說怎麼可能 我今年1月的時候就要求 市府就跟我說他已經移送 而且移送不可能只移送基層同仁 應該所有涉案的人都移送 怎麼可能只移送 現在才移送陳景峻 然後我就說他就說那記者問我說 那你有公文嗎 所以我就把這個公文給他了 然後給了他之後呢 我就說到底是誰跟你爆料 我說這個事情只會有四個單位知道 第一個就是業務單位的捷運局 跟這個監管處 管理監管的監管處 第三個單位就是移送的陳峻處 第四個單位就是市府高層 就是市長 那前面兩個單位不可能 因為他怎麼會知道長官有沒有被移送 他只知道自己被移送 唯一可能知道的就是移送單位 政風處或者是市府高層 那這兩個單位如果有放出消息 市長難道自己不該查嗎 所以柯文哲在第一時間 接受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他也沒有去查清楚 他就說那是解舒培 跟這個陳景峻的內鬥啊 我就跟市長講拜託 你知道我跟陳景峻的備份差有多少嗎 他在當議員的時候 我還是一個國小的學生 所以我們兩個內鬥這件事情 我覺得你在劇本寫的實在太差了 第二個部分 昨天我把這件事情講出來之後 把這整個過程還原之後 市府柯文哲又突然講說 那可能是地檢 地檢署流出來了 所以我在想說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你為了逃避你 這個民眾黨的內鬥 逃避你這個高雄補選市長 只有4%的這種爛成績 然後弄出一個所謂的 陳景峻跟減舒培內鬥 來轉移焦點 我覺得你也太荒謬了吧 你與其有這個時間 弄減舒培跟陳景峻 你不如好好回答一下 續產公司總經理姚亮毅 在禮拜二辭職 他對你的指控是說 你拿著市府這個投資公司 去跟魔鬼交易 做人事酬庸這件事情 你要不要好好回答一下 他說你反改革欸 他說你跟魔鬼交易 他辭職是因為 不想跟魔鬼在一起 你要不要先回答這一點 不要再模糊焦點了 今天在這個節目上面 花了這麼多的時間 解釋這個案子 但我覺得柯文哲 你更應該好好地解釋 是為什麼大家對你失望 包含續產公司 姚亮一種經理 對你的質疑 包含我這個 好龍斌前市長 劣跡要開闢的兩條道路 為什麼你解列了一條圖利的廠商 來柯市長的爭議真的也是蠻多 不過他現在把這個 韓宋陳景俊的事 是推得一乾二淨啦 說都是這個舒培議員 因為他的質詢而起的 好不過現在柯P可能喔 今天他心情也很複雜 因為接下來明天 有一場對民眾黨來講 也非常重要的選舉 就是台中市和平區長的補選 好明天呢投票完之後 結果大家就見真章了嗎 如果說今天這個和平區長在明天 如果沒有拿下勝利的話 如果啦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柯P真的今年2020年 他浮選的三位選將 通通真的都是百科全輸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來討論 前和平區 自由里長吳萬福 請來國民黨立委孔文集 陪同車隊掃接敗票 二十多部車輛 聲勢好大 吳萬福過去曾經是國民黨籍 2014年參選和平區長 以些為差距落敗 這次捲土重來挑戰區長補選 有殊不得的壓力 我們和平區是一種多元族群的地方 我一定要對地方我們要服務 我是以族群融合為主 會有這一次的補選 全是因為原本的台中市和平區長 林建堂被控起約賣官 涉嫌准收賄罪和背信罪 遭到撤職 林建堂的妻子林蔣雪霞 於是代付出征 要用選票幫丈夫贏回來 我們的團隊過去這個兩年期間 很認真地在為鄉親服務 很認真地在為我們和平區來做事 這場選戰民眾黨也沒有缺席 派出遊覽轉白的張瑞宏上陣 張瑞宏曾經代表國民黨參選區長 借過以39%的得票率 輸給得票率過半的林建堂 這次改批民眾黨戰袍 我要的是什麼 我要的是改變 我要的是給年輕人一個希望 和平區是台中市唯一的自治區 這次補選三搶一 抽選結果一號是林建堂的妻子林蔣雪霞 二號是吳萬福 過去都曾經是藍軍 但這一次都是以無黨身份參選 三號則是民眾黨的張瑞宏 強調有30餘年的公職經驗 和平區是台中市29個行政區中 面積最遼闊的第一大區 有平等離山 博愛 天倫等八個禮 選舉人數9000多人 選戰逼近三名候選人都冒足全力 好 明天禮拜六是台中市和平區長的補選投票日 台中這邊要請教總理 這次民眾黨派一位原本是國民黨 遊覽轉白的張瑞宏 要來披掛上陣啦 總理這邊怎麼看 民眾黨最近真的是無意不予 和平區區長他們也參戰 民眾黨本來就有意在台中插旗 當然在台中市區其實陸陸續續 從去年其實民眾黨都一直多次到台中 然後跟不同的人士會面 但是這次在和平區我也覺得蠻意外的 就是說因為和平區是我自己會覺得是攔到出資的地方 另外兩個候選人都是掛五黨籍的 現在有三位候選人 另外兩位是掛五黨籍 可是事實上他們都會具有中國國民黨黨籍 但是這次掛五黨籍來參選 和平區的現在張瑞宏 民眾黨的張瑞宏 他以前也是國民黨的 那現在掛改掛民眾黨 我是比較不能理解的 就是說他說其實他是1951年出生的 他說要給這個和平區年輕人一個希望 那我們知道和平區的範圍 真的就像剛剛新聞說 非常的搭的一個區域 那是一個原鄉部落為主的一個區域 我們知道原鄉部落很多最嚴重的一個問題 就是人口外流 然後人口老化的問題 我不知道他要在和平鄉給年輕人 什麼樣一個希望 但是我們其實可以從這一次看到民眾黨 還有一個問題 不管從屏東鄉長的補選 高雄市長的補選 包含這次台中和平區長的補選 對 這個明廷要選了 他已經兩敗了 在三敗大概就淘汰 季後賽就淘汰了這樣 那就其實啊 據我所知啊 包含在高雄市的市長補選的那一億之內 我們可以看到說其實吳亦正啊 他也許他吳亦正在高雄所謂市區的環境裡面 他還有一些支持度 他們之前做了一些民調 說什麼跟李梅森民調拉近了 甚至超越等等 可是他們沒有意識到城鄉的差距 也就是說在相對部落區域 或者是比較農村地方 他的票數其實一直拉不起來 也就是說柯文哲的聲勢 其實還是要回到民眾黨來看 民眾黨柯文哲的聲勢 在所謂的鄉村地區 他是不是可以如同他在都會區 甚至像在台北市一樣 可以拿到很多選票 這是我最大的一個質疑 因為你現在在和平區 這麼樣的一個 真的是非常鄉村的一個地方 那派出一個遊覽轉白的人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選民到底要不要吃你這一套 我覺得還有待觀察 而且老實說我自己會認為 這贏的機會實在是不大 真的這場明天的選舉 對柯文哲來講也是非常關鍵 入房過去也是台北市議員 你怎麼看 其實柯P最近真的是到處去浮選 包括高雄市的吳亦正之前 他也是大概超過10次去幫他站台 好這一次台中市的這個和平區 張睿宏的選戰 他也是蠻努力在幫他浮選的 其實我覺得從2014年 我們看到柯文哲的 到現在2020年的轉變 不要再說他是政治素人 那他曾經也說過不會組政黨 就組了政黨 曾經他也說過第一屆 當第一屆的時候不要想著第二屆 當第二屆的時候不要想著後面 是不是要什麼大位 那他現在種種做的 第一屆想著第二屆 第二屆現在 現階段他到底在幹嘛 他不僅組了政黨 現在在幹嘛 現在浮選 浮選是為了什麼 大家都可以看得出來 他對於2024年 連蔡壁如他的心腹 都幫他講出來 2024要準備這些等等 我覺得他是不是在整個市政上面 已經沒有心 那也讓台北市 現在大家都知道說 台北市的市長滿意度非常的低 那自從韓國瑜被罷免之後 他就變成最後一名 因為沒有最後一名了 他現在變成最後一名了 台北市什麼時候其實 很少會有到這麼後面的 因為台北市資源豐富 對 資源最多 台北市的議員的那個值 也非常的優 那大家對於爭取建設上面 也非常的認真 但是為什麼到市長 柯文哲這一代 這一幾任的時候 這兩任的時候 他的市政滿意度 是逐漸的一直下滑 下滑到現在 連民眾黨現在的選舉 只剩下4% 那柯文哲你到底要幹嘛 而且你應該先回過頭來看看 何錦榮他在網路上怎麼寫 在這場高雄市長補選完之後 你們的內鬥應該是自己處理 不要說陳景峻這件事情 你說是什麼 選蘇培議員在什麼民進黨的內鬥 回頭看看民眾黨的